白虾圍繞戴上婚戒 是每對新人都想要的美好回憶 不過對於廖先生來說 卻是一場噩夢 回顧整起事發過程 7月2號廖先生和女友 到台北市維多利亞酒店 看婚宴場地 隨即下訂12月18的檔期 設宴16桌 並且支付8萬元定金 不過中間兩個人因故分手 9月14號廖先生前往婚宴會館 希望退訂 當時距離婚宴超過三個月 但是飯店卻堅持不對訂金 因為發生了狀況 所以沒有辦法舉辦婚宴 然後他就說 這個部分訂金沒有辦法退 拿出調解結果 廖先生無奈 婚結不成 雙方協商沒有共識 就連訂金也被沒收 看看當時雙方簽訂的合約 上頭寫著訂金一金支付 蓋不退款 除非政府或其他權力機構 命令或禁令 導致契約無法履行才能退款 不過看看衛福部 頒布的定型化契約範本 上頭提到90天前取消婚宴 應該要全額退費 婚宴會館和衛福部的規定 似乎有所抵觸 最近是確實如此 因為飯店也沒有收到 就是這個消費者 他一定 然後書面的說 要跟我們退掉這個場地 除了原本的8萬電金 拿不回來 還要支付總額41萬的三成 超過12萬元 當作違約金 總計花費20多萬 沒想到婚媒結成 這回又面臨巨大損失 也讓他大探消費者的權益 主管機關應該出面 順章正義 記者李嘉銘 楊中盛 新北市報導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